Lidia 我覺得你做了兩年 已經有很多好的成績 包括申請到FDA CFDA準備中 還有有融資 我相信不會一開始就那麼順利 曾經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最難的什麼 因為你在科學院一直做 其實他們會怎樣支持你 可不可以講一講 科學院第一件事他們解決了 就是香港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土地問題 所以其實他們都提供了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低的資金 給一些incubators 令到我們可以有一個優勢的辦公室 但是生物科技的start ups 其實除了要辦公室 還有其他培託要有 其實我們有很多測試要做 所以其實在科學院的配套 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的 像Lap等等 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其實很重要 就是譬如我們在Alone 其實很多我們現在Alone有興趣的投資者 其實很多都是通過Science Park 去介紹給我們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有用的 而第三件事就是對我們打海外的市場 其實也是非常有用的 為什麼呢?科學院不是在香港嗎? 是的就不是了 他們有很好的支援就是他們會去發掘一些不同海外的參展的機會 哦明白 譬如我們去年就跟他們去了德國的Medicum 全世界最大的醫療線 令我們在那裏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海外的買家 或者Distributor 我們剛剛跟進一月也跟他們去了CES 就是最大的電子戰 在那裏我們都可以接觸到一些不同的買家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Mining是很有用的 除此之外在本港他都很幫助 為什麼呢? 譬如是不同的政府機構 社福界 其實跟Science Park都有很多好的relationship 他們都會經常來visit Science Park 去identify一些他們可以譬如在老齡科技有用的一些不同的項目 我們就可以接觸到一些potential的買家 Science Park在香港也都可以幫我們做到很多不同的marketing的media explosion 亦都令到更加多香港人知道有些什麼本土的產品可以使用 聽你這樣說很多方面都有些幫助 但我相信一定是你們本身的實力和你們的core都真的要做到才行的 但你有沒有曾經考慮過呢? 即是你當時一開始是怎樣會想我要進來這裏呢?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我自己就靠自己 即是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們一開始頭一年 我們都是在外面的工業區 在外面的? 即是試過的 因為進來Science Park其實都需要一些申請的程序 所以我們都有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其實是在外面的工業區 OK 但是比起 因為它的租不是特別便宜的 以我所知 但它的配套其實是幫了我們成績 所以我們其實搬到原區之後 其實真的多了一些marketing 或者一些potential的customer 其實真的多了 真的多了 多謝你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就聊了這麼多 拜拜